皇后娘娘信誓旦旦 但曲水伯夫人却听得忧心 娘娘不必如此 相哥的婚事自有皇上做主呢 无论如何 相哥总归是皇上看着长大的 又不曾犯过错 皇上怎么会胡乱地定了他的婚配 皇后却仿佛吃了秤团一般 母亲不必担心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 弟弟的婚事是因为我才生了变故的 我理所应当陪他一个好媳妇 您也不用担心皇上会因此恼恨了我 我如今已经什么都不顾了 再大的气也忍了下来 就只为了皇儿们与娘家人的安康 倘若连弟弟的婚事都无法替他做主 那我又何必受这等的委屈 须水博夫人见他越发地固执了 张口想要劝 又怕越劝他越不肯听 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 值得含糊地蒙混过去 相哥还年轻 况且男孩娶妻 年纪再大几岁也是无妨的 家里人对他的婚事也很看重 还是要细细地为他挑个好的 这事急不来 这话皇后倒是听进去了 确实 我们家就只有弟弟这一个男孩 他的原配正事 自然需要好好挑选 等我这边看好了人 一定先让母亲亲自地过目 母亲若有中意的人选 也可以告诉我 我给他们止婚 总是个体面 屈水博夫人连忙硬了 又与皇后聊起了家常 偶尔提到了两位叔叔家的堂妹 皇后的脸立刻就沉了下来 扭过头去不想听 屈水博夫人见状心中暗叹一声 又转了话题 聊起了最近经中的新闻 最大的两件事 莫过于皇上抬举建南侯府 以及广平王做了钦差 即将南下了 皇后也听说了这件事 她叹道 哎 建南侯府原是可以相交的 她家老夫人是个再宽厚和气不过的人了 祖孙三人都有大公与皇家 她家老夫人每逢进宫 都要过来昆宁宫问安 看着似乎不算热络 却是难得的手里 如今我落到这个境地 外头的人都说我失事了 原本天天贴上来八戒讨好的人 半个影子都不见 建南侯府却依如往昔 不曾有所怠慢 俗话说得好 日久见人心 我如今总算知道 谁才是真正值得信证的人了 可惜从前 我认定她家与太后 广平王府亲近 懒得理会他们 如今想来 倒有些后悔 不曾与他们多多来往 薛水伯夫人笑道 哼 这又何难 她家老夫人时常地进宫 觐见太后的 既然每次都会来给皇后娘娘请安 娘娘下回 只管把人叫进殿内说话就是 但是我也曾在外头见过她家老夫人与大姑娘 确实挺和气的 也确实跟太后广平王府交好 皇后苦笑 母亲是担心我仍在记恨太后广平王与蒋家吗 现前是我糊涂了 日后我再不会犯船 广平王心中再不平 他也早就是个瞎子了 世人怎么可能会要一个瞎子皇帝呢 他既然不成 他儿子自然就更不成了 我且不惯广平王世子向皇上尽言利处 到底是真心还是假意 反正皇上已经答应了 我只管记他的功劳便是 至于蒋家 既然太后明说了 蒋家不会送女入宫 那我又何必再跟他家过不去呢 曲水伯夫人听得眼圈都红了 娘娘能明白就好 虽然方才那番话里 也有些不太和谐的词句 不过他身为皇后的母亲 也就不挑剔了 皇后有些黯然地跌下了头 都到今日了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可惜光是明白也没什么用 早把人得罪狠了 他们与我已是仇敌 这辈子怕是不能再好了 曲水伯夫人连忙劝他 娘娘千万别灰心 只要娘娘想明白了 求得皇上谅解 再去给太后赔个不是 有太后背书 光平王府与蒋家 都不会再记恨娘娘的 娘娘与他们本就没什么仇怨 不过是误会罢了 皇后抿着嘴不说话 她还没找到机会 哄得皇上回心转意呢 也不知道太后那边 是否愿意爽快地放她一马 如果这两关她都能过了 光平王府与蒋家 也有与她和解之意 她当然愿意解开双方的心结 就怕这两家不肯轻易罢休 难不成她还要把 一国之后的脸面丢到地上去 任他们踩吗 这场误会 没那么容易解得开 须水伯夫人见她这样 也有些为她发愁 就没有什么好法子 能安抚广平王府与蒋家了吗 不如娘娘上些东西下去 皇后面上淡淡地 反过来安抚她 没事的 母亲 我心里有数 您不必担心 倒是弟弟的婚事 母亲需要抓紧了 须水伯夫人 夫人还想说些什么 皇后已经转开了话题 外祖母近来身体如何 舅舅们在镇上无事吧 我病了几个月 如今正打算见见自家亲人 好让外头的人知道 大厨皇后还没有死呢 须水伯夫人忙回答道 他们一切都好 娘娘不必担心 如今他们都不在京中 想见也不大方便 娘娘不如照几位有体面的夫人 进宫说话 她这是在暗示朝中几位实权上书的夫人 又或是薰贵皇亲中 头面人物的妻子 先前对皇长子妃之位最热心的 就属这些家了 他们家的当家夫人 少奶奶们 从前也跟皇后交情不错 有皇长子妃这个幼儿在 不愁他们不为皇后出力 可皇后一概否决了 曲水伯夫人建议的所有人选 不过是墙头草罢了 我在宫中养病的这些日子 除了开头还有些不知内情的人来瞧我 后头就完全是门前冷落了 痛工也就是咱们自己家里人 还有建南侯府的祖孙来看过我而已 其他人我一见就要生气 才不想再看他们的嘴脸呢 况且他眼下还未复宠 即使照了人来 也不知人家是否乐意 照了也是白照 他倒是想起了另一个人 美善伯府的二姑娘倒还是个懂事的 我打算把她叫进来 问问外头的事 皇后还以为是安阳伯府大公子 在外面乱说话 才暴露了自己的计划 对秋元虽有过怨言 但也散得差不多了 倒是挺想见她的 曲水伯夫人一听 连忙说道 秋家二姑娘 娘娘怎么还记着她呢 这些日子也没见她进宫 探望过娘娘一回 我在别家宴席上倒是见过这姑娘 觉得她品行似乎不太好 皇后奇了 母亲为何会这样说 我瞧着秋元挺支术塔里的 哪里品行不好了呢 至于秋元没进宫探望 那真是再正常不过了 从前也是她召见秋元才能进宫的 她被禁足昆宁宫 不命人召见 秋元哪里有门路来瞧她呢 曲水伯夫人就把上回在敬远侯府时 发生的事告诉了皇后 她觉得秋元无事生非 招惹了蒋家姑娘 却又利用谢三姑娘出头 差点害得谢蒋两家进一步交物 还把贱南侯府给搅进去了 根本就是祸根 这种姑娘怎么可以待在皇后身边呢 她哪里知道 皇后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 她虽然清楚自己误会了蒋家 但那是指蒋家四姑娘无意入宫 事实上蒋家其他人 未必就没有这种想法 比如蒋六姑娘 年纪也是正好 谁知道她是否有过妄念 秋元跟蒋六姑娘过不去 十有八九实在为皇后出气呢 这就是后者眼下的想法 而谢家三姑娘当众丢了脸 又暴露出鲁莽清晰的弱点 就更衬皇后的意了 皇后心里对秋元印象更佳 因不想听母亲啰嗦 也不说出口 只暗暗决定 改日定要找秋元入宫来说话 皇后送走了曲水伯夫人后 就等来了两位皇子 她近日一大早就命人送了些吃食 去上书房给儿子加餐了 她虽然被禁足 皇帝却没有禁止她派人出去 所以这种事还是干得了的 而两位皇子得了她的东西 立刻就去向皇帝请旨 前来探望母后 皇帝很爽快地 给了她们半个时辰的时间 皇后趁机和两个儿子吃了顿饭 皇长子抓紧时间 劝了皇后许多话 就包括了请她给太后赔罪 与广平王父子和解等等 皇后早被自家弟弟劝了半天 又刚刚见过母亲 心里已经有一回转了 自然就爽快地答应了儿子的话 皇长子内心激动不已 只觉得这一切都多亏了大堂兄 高真的建议 母后从前真是想太多了 真哥其实是真的是一心为了我好 这就是皇长子离开昆宁宫时 脑子里转着的念头 送走了儿子们 皇后在小佛堂里又发了一阵呆 偷偷哭了一场 便鼓起了勇气 命亲信宫人往乾清宫送了一封奏表 轻描淡写地表示 她如今病好了 想去给太后请安 又怕病后体弱 会失礼于太后 所以请问皇帝的意思 奏表用折匣盛装 一路密封 直送到皇帝的面前 皇帝看了 沉默了一会儿 便把奏表放在了一边 什么话都没说 消息传回昆宁宫 皇后的眼圈立刻就红了 差点就要撂挑子不干 还是她的心腹工人苦苦相劝 娘娘既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 何妨再忍一回 只要熬过去了 今后有的是好日子 娘娘只当是为了两位皇子与公主照相吧 皇后忍住了泪 咬着牙关 又写了一封奏表 在里面说了些请罪的话 承认自己犯下了几个错误 求皇帝原谅 然后再次命人送了出去 皇帝依然没有表示 谣言开始在宫中流传 皇后哭着写了第三封奏表 进一步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向太后广平王府与蒋家赔了罪 字里行间都带着泪痕 送信的工人还哭着跟皇帝说 皇后确实病了 人都快瘦成一把骨头了 吃不好 睡不好 还不肯吃药 日夜哭着想念皇帝 云云 这回皇帝总算是有动作了 他在傍晚时降临昆宁宫 看到皇后时 先是愣了一愣 继而沉默下来 陪着皇后吃了一顿饭 没说什么话就离开了 第二日一早 他就命人来接皇后 齐齐前往慈宁宫 见太后 面对皇后的大礼叩拜 太后只淡淡地说了句 病愈了就好啊 今后小心保养身子吧 你年纪也不小了 别的话一概不提 仿佛皇后真的只是病了几个月一般 无论皇后对此有何感想 这一关似乎都过去了 只是回到昆宁宫后 她心里十分的不是滋味 皇帝依然不到她这里过夜 也不提纳妃的事儿 太后依然不待见她 她去慈宁宫 坐不到一刻钟 太后就要暗示她走人 也许在外界看来 所谓皇后失事的传言 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可她心里清楚 一切都只是假象罢了 太后与皇帝 也许根本就还没有原谅她 她心里也很委屈 觉得婆婆与丈夫太过严苛 果然是不在乎她了 便索性破冠破摔 既然她已经解禁 那她就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儿 她下旨叫眉山伯府的二姑娘进见 同时还不忘旅行 对建南俊宫夫人的承诺 把张氏与赵秀这对祖孙 给召进了昆宁宫 一纸下来的时候 赵秀正在家里跟张氏 为南下做准备 赵伟被委了副使之职 张氏与赵秀都觉得喜出往外 本来就决定了 要回南边祭祖的 如今还能顺路领个正经差事 那风光可不是顶着一个新举人的名头 回乡能比得上的 赵伟有了实职 就意味着 他不再是一个仅有虚弦的训贵了 也不是将来 有可能会前程大好的潜力骨 而是真真正正的出了事 只要他这一趟差事办得好了 就是现成的功劳 回到京城 皇帝也有了封赏的理由 如果中途出了什么差错 差事没办好 那问题也不大 他只不过是个富士罢了 上头还顶着正亲差广平王 还有一位明摆着 是真正做事的公布侍郎 就算是要找人背黑锅 也轮不到他一个刚出事的少年人 当然 赵伟和张氏都不可能有这种想法的 赵伟愁愁满志的 打算要把皇帝交代的任务办好 哪怕他只不过是个跟班 也要竭尽全力做到最好 况且皇帝也说过了 让他跟着去 是让他历练的 上海又是家乡 他也有意要为家乡父老 吸引上一份心力 张氏更是对他说 这是皇上对你的信任 你万不可辜负皇恩 还拉着赵伟去了老郡公灵前上香 告诉他老人家 在天之灵 他的孙子要出息了 等祖孙三人激动完 冷静下来 赵秀就提醒了祖母与兄长一句 王爷是正使 那哥哥这一路南下 还是要跟着王爷走的吧 那我们是不是 该去见一见王爷 问问他是个什么张成 张氏被提醒了 连忙让赵伟向王府递帖子 不等赵伟的帖子送出 光平王府就先来了人 光平王已经带着世子 从宫里回到了王府 开始准备行李 因旨意下达后 冷落多时的光平王府门前 忽然变得热闹起来 有不少人上门拜访 也不知是什么主意 光平王不想见他们 却又不能简单粗暴地 将人赶走了事 所以高真就奉负命去应酬他们 打了个哈哈 把人送走 不收礼 也不答应任何请求 更拒绝透露任何尽忠消息 高真这时候忙得像陀螺一般 压根就没法抽出空来 过父看赵秀一眼 连跟赵伟商量正事的借口都用不了 他心中憋着一肚子气 也只能忍了 却命人给赵秀递了话 说过两日就来看他们 还叫他们祖孙三人 到时候跟着广平王一块坐主船 广平王南下自然是要坐船的 皇帝命人给他准备的主船是八路船 前名扶船的缩小版 又大又稳 还有三层楼仓 除去最高一层 需要做料网用以外 下面两层楼仓 都有很多房间可以住人 甲板下方也有仓房 广平王因为双目不变 所以不打算住得太高 已经定下要住第一层了 他明说了自己情况特殊 其他人不需要有顾忌 怕人说压在他头上什么的 建议让张氏带着孙女住到第二层去 有了住在第一层的广平王父子做缓冲 第二第三层之间在设下关卡 严加把守 就不愁会有外人冲撞女眷了 至于赵伟可以跟着另一位副使坐同一艘船 也可以带着建南侯府的蒲丛 另坐一艘 当然如果他希望能跟祖母妹妹同船 主船的第一层还有不少的空房间可供选择 赵伟听了高真的人的传话 咬着牙冷笑了一下 然后便假笑道 狮子想得周到 那到时候我就跟祖母妹妹一同打搅王爷与世子了 优优独 misconception Stockholm 优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